狗除了是人类的好朋友之外 它还可以听你说故事 像是这一次的佛馆的国际书展 就特别开办了陪读犬 听你说故事的活动 让小朋友不仅会表达 同时也上了一堂生命教育课 佛馆国际书展上 少不了阅读和说故事 带动唱学英语似乎不稀奇 但是要将所听到的故事 说给狗狗听 那就要认真的把故事听进去 然后再说出来 佛陀经理馆与屏东科大 及大人科大共同合作 国际书展期间 推出了陪读好神犬 提升小朋友的阅读和表达能力 做一个角色的变换 是小朋友来教狗狗念书 能够让他们有一个成就感 觉得自己 我现在是当老师 我要来好好的教狗狗来念书 所以他们就会非常的投入 那希望呢 藉由这种的活动 能让小朋友呢 能够更喜欢语言的学习 那刚好结合了就是我们这学期 工作权训练中心的协助权的训练课程 结合了应外系的就是的学生们 然后来做这样子跨域的一个学程的练习 然后就带领我们的学生 训练我们的学生成为灵犬员 然后让他们来做这样子很有意义的活动 学生听完英语带动唱后 再到隔壁空间把故事说给陪读犬听 陪读犬和一般狗狗最大不同 是需要经过训练才能安静的听故事 那活动里面呢最主要的主角呢 就是我们的陪读犬 那陪读犬的话呢 它有需要哪些特质呢 第一个呢它要非常的喜欢小孩子 那非常的温和的个性 还有呢它必须要具有耐心 还有自信心 当然除了刚才讲的那些特质以外 他们会接受一些基本的训练 例如坐下 趴下 或等待 那尤其是等待这件事情 他们很需要具备这样子的特质 讲故事比听故事 需要更大的专注和表达能力 这次请来四只不同类型的陪读犬 孩子可以持续说故事 而不被指点批评 提升自信同时 学习爱护生命 人间为15勇取高雄采访报导